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鼻子到底在哪儿呢 好累啊 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那个是什么 看上去像软绵绵的被子呢 坐上去一定很舒服 我去把它拿过来 想不到这被子还挺重的 疼啊 乐乐 猫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去看看 乐乐 你怎么了 怎么是个老爷爷呀 乐乐 你没事吧 哎呦 哎呦 疼了 老爷爷 您怎么了 哎呦 我的胡子呀 奇怪了 刚才明明看到的是被子 怎么就变成白胡子老爷爷了 我看看 三三你看 白白的 软软的 真的耶 白白的 软软的 住手 你们这帮小调皮 可不能这样欺负老人家呀 红猫 老爷爷见多识广 也许会知道笔字的下落 哎 对呀 老爷爷 请问您知道 哪里能找到笔字吗 哎哟 笔字 听起来好熟悉呀 在哪听来着 告诉你们哦 笔字家里的果子很好吃哦 嘿嘿嘿不对不对 哎呦 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家的果子好吃呢 哦 哎呦 没力气 想不起来喽 果子力气 哎 原来老爷爷是想吃东西啦 这还不简单 看我的 老爷爷 果子来了 喽 给您果子 嗯 我不要 矮灌木的果子不好吃 嗯 挺好吃的 嗯 高高的树上结的果子才好吃呢 啊 我可不知道高矮是什么呀 嗯 让我教大家认识矮和高吧 这个字 读矮 意思是由下到上的距离很小 矮个子坐高凳 够不着 而矮 古代的写法是这样的 字体经过不断的变化 现在的矮字就变成了这样 矮 矮 矮灌木 矮娃娃 这就是高字 高字 古代的写法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像楼台重叠在一起的样子呢 没错 高字的意思就是指从下向上 距离大或是形容人的身材长 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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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的树木 高大的人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这是矮灌木 这是高大的树 嗨 大家好 你好 快看 有自精灵出现 我们去看看 你们猜猜我们是谁 你是从矮的灌木里飞出来的 那你一定是矮自精灵 真聪明 对 我是矮 来 教我一起读 我是矮 矮 那我呢 我来说 可以吗 嗯 你从那么高的树上飞出来 头上是个高字 你一定就是高字的精灵 太棒了 是的 我就是高字精灵 乐乐 你太棒了 来 跟着我到时候念出来 我是高 高 高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们知道跟矮有关的词组吗 我知道 矮小矮个子 对 对 完全正确 谁能唱一首关于高字的歌吗 高字的歌 我跟蓝童一起唱吧 高树高 小鸟香 鸡鸡喳喳喳把歌唱 高吸鸡小胖 鸣鸭鸭 学童谣 大家都棒子呀 乐乐 你来说一说 我 我 我 乐乐 你快说吧 我们都说了 嘿嘿嘿 我站着比三三矮 我跳起来比三三高 嘿嘿嘿 我去摘高树上的果子 给老爷爷 小朋友们 我们用一首歌谣 送矮字和高字回家吧 好 矮 矮 可爱的矮 高 高 神气的高 矮小 矮树 小矮个 高大 高山 大楼高 乐乐矮矮爬大树 果子高猫长树梢 高矮良子跟我拈 利咕利咕快回家 矮子和高子回家咯 摘到了 摘到了 老爷爷 高高树上的果子摘来了 老爷爷 高高树上的果实 这次总没错了吧 嗯 不对不对 我要吃大果子 不是小果子 大 小 果子不都一样吗 大小是什么意思呀 乐乐 你看仔细了 究竟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字呢 这是大 这是小 它们所代表的意思 可是截然相反的 咱们先来看这个大字 古人说 天大 地大 人意大 所以古代的大字写法 很像人形 后来才慢慢演变成 现在的大字 小 好 我们看看小字是怎么来的吧 瞧 这个是不是很像一颗颗小沙粒 所以古人就用它表示小了 意思就是细 微 后来小字才也变成这样的写法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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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的 紫金灵 紫金灵 你们好 嗨 大家好 你们是我们吗 你们是 乐乐 这还不知道啊 你看看它们头上 一个大字 一个小字 当然就是大字和小字的精灵了 哦 我认识你们了 这就对了 你们知道我们俩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小孩 大人 呀 真聪明 那我来唱一首关于大和小的歌吧 哦 好啊 好啊 小江牙 走天下 走到湖边捉雨下 瞎耳朵 鱼耳打 小江牙 走天下 走到雪山摘莲花 冰雪寒 我不怕 哦 走到雪山摘莲花 嗯 走深之铁唱得太好了 三三 乐乐 你们用一首歌 把大字和小字送回家吧 嗯 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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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子的大 小 小 小果子的小 大块头 小毛头 大鸟 大鸟 小鸡 大鱼 大海游 小虫 小洞堂 大字小字跟我演 利咕利咕快回家 我们回家啦 哦 老爷爷要的大果子 哦 乐乐 老爷爷 这是您要的大果子 您醒醒 老爷爷 给您 真好吃 你们真是好孩子 老爷爷 能告诉我们鼻子的下落吗 鼻子嘛 其实我不记得它在哪儿了 啊 原来老爷爷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如果你们能找回我的帽子 那时我说不定会记得一些什么呢 真的吗 可我们上哪儿去找您的帽子呀 在哪儿呢 在这里 拿着这个 它会告诉你的 啊 羽毛 老爷爷 哇 好舒服呀 你是从羽毛里蹦出来的 肯定不是羽子的精灵 那就是毛子的精灵 我到底是哪一个 你说呀 这个 呃 姿毛发 哇 哈哈 哎哟 大家好 这个字是毛 我是毛子的精灵 毛茸茸的毛 随处可见的毛 眼睛上的是眉毛 头上的是毛发 身上有汗毛 穿毛衣 用毛笔 骑毛驴 咕噜咕噜滚滚毛线球 哈哈哈哈 哇哦 认识这个字吗 是毛 毛茸茸的毛 美丽羽毛的毛 哈哈哈哈 对极了 让我们欢送毛子精灵回家吧 好 毛 毛 毛 活泼的毛 毛衣 眉毛 鹅毛笔 鹅毛大雪满天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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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子精灵跟我念 里咕里咕快回家 太好了 又有一个字精灵回家了 可是这能告诉我们什么呀 给我瞧瞧 哦 哦 我知道了 羽毛有可能是对面树林里的 耶 太好了 大家跟着我就对了 好 红毛蓝兔 红毛蓝兔 我们快走吧 好嘞 老爷爷 再见啦 三三 你慢点儿 这就跟我家的后花园一样 我闭着眼睛都能绕一圈 蓝兔 你跟着我准没错 好 三三 快停下 蓝兔 你说什么 三三小心 前面有盒 三三 三三